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凌風華舞與飄盛之心》的遊戲實況 新頻道 新影片 為什麼會玩這隻RPG遊戲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黑連推介這隻RPG遊戲給我玩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是覺得拍RPG遊戲 是比較適合拍攝給觀眾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拍攝自己玩射擊遊戲 那些沒有劇情可言的遊戲 就拍來我覺得是 一些... 怎麼說呢? 很無謂 感覺上我又不是很有技術 就算有技術 拍得多也會悶 但是如果是一些劇情的遊戲 每次看故事的劇情都不同 那麼呢? 我覺得這些遊戲遊戲會適合更多 所以就玩這隻RPG遊戲 另外我也不玩那些遊戲 很少玩其他射擊遊戲 除了那些等級別 那麼... 唉... 這幾句... 這幾句話 我已經拍了第四次了 真的... 這遊戲的一開始的十五分鐘 我已經拍了三次了 我現在是第四次的拍 真的... 現在呢... 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 錄音程式 那是... 錄音程式 就是... 就是拍拍一下 突然間停了 然後又拍不到 對啦... 搞完一大輪之後呢... 如果這次再拍不到呢... 我便準備拍第五次了 那... 希望拍到啦... 唉... 那... 還有什麼說呢? 搞得都忘記了你了... 欸... 這遊戲是有點恐怖的 其實我暫時的恐怖性去到怎樣 暫時還未知道 我玩了這遊戲的頭15分鐘左右 很少的 實際上我完全未感受到是恐怖的 所以之後可能很恐怖 就看看我會不會心臟病發 那就拍不到 那如果一邊玩都發惡夢都沒辦法 那我也不會再拍下去的 那在毫無問題的情況下 希望可以拍著這遊戲 因為阿克連說這遊戲的劇情是好的 這遊戲也有五個結局 看看我玩到哪個結局出來 就看看可不可以玩到五個結局 但是如果玩到差不多 那我剛剛的保存在沒有改變結局的選項 就沒辦法了 那我就不可以玩到五個結局了 隨便玩一個結局就算了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玩不玩得完的 那...是不是說到無謂呢 那...其實也是的 那...我們開播吧 好嗎 對... 因為我...我拍了第四次有些問題 那... 什麼... 小雨開始飄散啦 我們...我們開始開始了 那...一開始一些方向見教學 那...然後來個故事啦 那... 那...聽聞雙親過世之後呢 就是一場傾盤大雨的日子 那...發生了一場交通意外 聽聞呢 對於其來的壞消息呢 就... 立刻方方張張地來到這個醫院 但是發覺已經是太遲 結果... 我都是不能夠跟雙親... 不是不是 見到雙親的最後一面的 對啦 那... 那...葬禮呢 就好像雙親期望那樣就進行的 在他之前就期望那樣 希望那個葬禮會是這樣的 秘密地進行 為什麼呢 那... 那... 那個雙親從世呢 就不讓我和其他親戚有所交流的 那...所以呢 就不會通知前來的... 不會通知其他親戚去參加這個喪禮啦 那...就... 意想那麼... 安靜的喪禮 但是... 對於失去雙親的我來說呢 那...因為失去父母的存在感呢 就感到非常之心痛 那...就同時間呢 也都感到有點寂寞啦 那...就需要用點點點來解釋我有幾寂寞的 那... 那...雙親的忌日呢 不可思議呢 竟然就是我生日 那...非常之諷刺的 那...為了慶祝我呢 就... 接下來呢 將會入大學了 所以他們呢 就準備了一大論事 那...但是呢 什麼呢 在這個... 撞毀的車裡面呢 就跌了 本來想送給... 那主角的生日禮物 對了 那就告訴他 其實這件事就是代表著... 他剛剛生日 然後又死了 父母 那就很諷刺啦 那...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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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睡著了 對了 那我們那個... 控制的角色呢 就是一個女生來的 那麼... 都... 頗為特別 不知道怎樣啦 其實...不是... 可能我玩得小RPG的 對了 那...是一個女生來的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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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敢啊 什麼鬼啊 喂 遺產稅的申報書 那就要放在書架上面的 然後... 火葬的領取申請書 什麼死亡... 什麼... 診斷書 檢驗書 申請確認書 那麼要放在書櫃 那...要放在書櫃 就掉了一條鎖匙了 那這條鎖匙就是開這個上寶的 對了 那就可以開啦 開啦 那... 記住一些令人懷念的照片 那應該是他小時候的照片來的 咦? 那... 相寶的部分呢 好像被人撕走了 中間呢 就有幾頁的空白 小時候的照片 好像有幾張照片 又說同一句 真的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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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噓聲 就是撕書聲 哈哈 不是揭書聲 咦? 時鐘就停了 就不斷了 那... 因為內部複雜 所以就不妥得 那下次再去搞啦 那...現在呢 就關窗 睡覺 其實為甚麼要關窗 這間房間鎖住了,是不是要開冷氣呢? 還是什麼原因呢?怕又踩入屋還是怎樣呢? 這裡就是自己的房間 紅碑有很多塵 有些教科書 有些漫畫 有些雜誌 運塵好口一顆星都看不到 天空都好像在哭的夜晚 很諷刺 今天父母親就死了 天空 廚房? 不是,餐廳 你看到很多生日禮 不是,生日蛋糕 父母親本來打算準備和女主角慶祝的生日 結果死了 廁所,下面不用你了 打散場 鎖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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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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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變成孤單一個人 從小就沒有人認識我 也沒有人認識以前的父母 這就是無可來後的寂寞 好寂寞 好寂寞 我寂寞了四次 我還在慎 不知道今集拍不拍到 其實我到現在 好不安啊 我比女主角還不安 過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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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的孩子 快點過來 約定 你們兩個人 就要把約定分成兩個 只會原諒你們所好的時間和殘缺 只有現在 只有現在 所以未來的某日會來臨 過來啦 過來啦 蛤 把所有的東西交給我啦 小孩子 不准啊 不准走 不准 整瓶都跟著 不准 整瓶都都跟著 封紅色字 整瓶 那些很恐怖啊 不過不會的 因為我這裡 eben Literally spеру later OK 接著就 orge- приг了 水梯就突然響了 明明剛才停了 所以 突然不斷響 然後就要快點關掉鐘聲 她又突然懂得搞戶 明明剛才說內部複雜 刺激 就刪掉了 然後就掉了一張紙 什麼來的 那張紙其實是一張照片 那張張片中就是年幼的她和雙親 還有一個未見過的老人 這張照片的後面寫著一些東西 是媽媽的字 19XX年X月X日,XX月X月X月在亞洲河村,謙思的父親,謙思的先生,我和師弟 後面好像寫了一些東西,但因為被人摸了就看不到 爸爸和媽媽還有我的名字 難道這張照片這位爺爺是...嗯...嗯? 他的表情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爺爺可能就是他的親戚 自此之後我就過著忙碌碌碌的生活 終於告一段,心情亦都整理了,季節亦都變根 我就迎來了這個暑假 漫長的大學暑假再次令我變得幼 在這個生活裡面,我已經忽然... 對不起 我忽然想起某一天找到這張照片的事情 所以剛才那些全部都是回憶 那張照片的人,說不定就是我的祖父 一旦想到這一點,以為習慣了的寂寞 就突然又湧上來,很想和她見面 見面之後就希望和她說角色各樣的東西 然後就聽她說角色各樣的東西 我保住這種想法呢 正因為是暑假,所以我決定要去照片的地方 那... 然後呢,我就一邊就... 搭電車,要訪著,來到這個亞洲河村 不是,是正在去亞洲河村的 那麼就搭到這裡了,我們就看巴士的... 什麼叫什麼? 車牌,不知道 車站的... 對,車站在這裡 那... 對了,公車時間就是巴士時間 還有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我每次都要說這句 等巴士等成三個小時 神經病 真的 公車巴士會不會慢到這麼 那麼... 只可以等... 那麼... 對了,她沒有帶MP3 沒有帶城 那自己坐在這裡就可以等了三個小時 好厲害 其實呢,她是不只等了三個小時 因為呢,三個小時都沒有車 那結果呢... 就來到夜晚了 對了,幾快的氣氛就來到夜晚了 那麼... 咦,有個警車就來到 那麼那個...警察叔叔就走得很奇怪了 喂,你在這裡做什麼? 又走了 嘩,你很恐怖 那輛車就沒有來 哦,巴士? 很久沒有人了 很久沒有人用了 已經停駛了 不是吧 不是什麼 那你是不是想去夏祖河村呢? 那... 好啦 那小孩,你在這個地方就很危險的 不介意就坐警車吧 那我送你過去 嘩,讚是可以 當然可以 那你去那條村的哪裡啊? 嗯... 那裡... 其實我也不知道哪裡 那就給我一張照片去看 嘩,這個是... 那條村的資料館 資料館 對呀 是一個資料館 本來是一個非常豪華的住宅 那... 因為住宅的屋主呢 就過身了 所以就變成資料館 那你去那裡做什麼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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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啦 對,總之 那... 上車啦 那天色一暗 資料館都會關門的 那... 那跟警察叔叔一起坐警車呢? 嘩嘩嘩嘩 我想起那些租高爺 嘩嘩 嘩 走得好恐怖 他真的 好,點點點點 我們進去 好像九龍魔法陣的治療 比治療更厲害 好啦,真的麻煩你 不要緊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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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事來這裡 對 雖然呢 已經過了開館的時間 但我想管理員還在這裡 但是呢 那個人呢 就很苛刻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讓你進去 總而言之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去這個派出所 真是... 不鬼改了你啊 你走得好恐怖啊 你看我走得多正常 你看 這些才是挺起空堂做人的嘛 真的 走路 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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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 嘖 嘖 有股懷念的味道 是不是錯覺呢 有沒有人啊 那不就沒有了 很明顯 自己走的要 OK 走得了嗎 好 好了 我們直接上去的 然後就會突然有些東西 嘖 嘖 嘖 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就拿個鑰匙先啦 對了 然後呢 就回來這裡 就開了去拿個電筒 電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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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電筒 整間屋都光了 不知道為什麼開電筒 對 整個身都光了 正常一個電筒呢 就應該是直線發光的 那它就是圓形的 那可能是那個 等一下 它那個不是電筒 手提燈 哦 我明白了 手提燈的嘛 好正常的 好像拿著燈火之類的 圓形都正常的 那些光 OK 我原來玩第四次先刷過 它不是電筒 來的 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 嗯 那這裡呢 就不通風 這裡沒有通風 空氣呢 都充滿著塵埃 一個 大學生 那 我二二媽媽進來的資料館 都不覺得恐怖 一個人 其實很恐怖 對了 那這裡我曾經被它嚇過一次 所以不會再嚇過了 所以不會再嚇過了 Shit 有老鼠出現 好 不要緊 因為我已經被它嚇過一次了 對了 你們又聽不到我上次被它嚇過的時候了 現在拿了一條鑰匙 對了 然後呢 就 有本繪本呢 就掉了在地上 我知道這本繪本 是小時候 果然是 那就 那就 閱讀啦 很久很久以前 村裡面呢 有個很漂亮的女仔 但是那個女仔呢 就用她的美貌俘虜所有的男村民 甚至支持她們去做壞事 從此那條村就變得很蕭條 男人的妻鞋呢 也是不斷地喊我的 你看那些男人 真的 那麼 那個壞女人終於 其實 其實那個女人算不算壞呢 這樣 我都算的 用她的美貌來 騙鬼那些男人 那麼 終於呢 就被那些村民 就趕到上山了 那麼 那個女仔呢 不但沒有放棄做壞事 還逐漸地改變形態 成為了一個鬼怪 那麼 發為鬼怪的女性呢 就變 就去 什麼 變成呢 就去了 跑 將呢 跑進了森林的 孩子呢 就老走 並且呢 就送去地獄的 紫獸鬼 是不是獸呢 不是獵啦 我是獵獵的獸 對啦 那麼 奪走了很多個弟弟 那麼 那村裡面的男人呢 即使是為 什麼 即使是為了消滅這個 紫獸鬼呢 而前往森林 但也都沒有人 能夠戰勝他 某一日 那村裡面呢 就下去了 雨了 那有一場綿綿的 好像沒有一樣的小雨 紫獸鬼呢 竟然在那一場雨呢 就一起來到這個村裡面 那麼 她說話了 什麼 我的孩子在哪裡啊 那麼 跑進森林的孩子是不夠的 將你們所有的孩子全部交給我 那麼這個時候 一位村民呢 就向這個紫獸鬼 跑進去到這個小殺鬼面前 不可思議的地方 是紫獸鬼呢 並沒有襲擊這個村民 然後這個勇敢的村民 就向紫獸鬼 扔出散發著藍色光光的石頭 紫獸鬼被那個石頭打中之後 就發著這個尖叫聲 回到森林 從此之後 扔石頭的村民呢 就祈求紫獸鬼 不要再進入這個森林 對不起 不要再進入這個村 就拐大小孩 那這個紫獸鬼呢 從此也不會再降臨 在這個村 後來呢 這個村民呢 就被稱為神官 然後呢 就在這個森林的紫獸鬼手中 繼續保護這個村落 那麼 那些孩子呢 也不會再跑進去森林了 村呢 終於呢 就回復這個消氣勃勃的樣子 對了 這個就是 會本了 對了 那玩到差不多 基本上 然後來都 不是怎樣玩過的 不是怎樣玩過 都還玩過一點的 對了 出去了 那我們現在 那這道門呢 就開不了的 這道門 真是 音樂呢 就是 真是可以 令人 感覺到 是恐怖的 我記得 這個 最恐怖的 咦 我現在去哪裡 等等 拿了一條鎖匙 OK 我們下去 最恐怖應該是 寵物小精靈的 紫緣陣聖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那是一個 神聖的 不是神聖的 什麼什麼 那些叫做 都市傳說來的 那就說 這個 嘩 我還沒進來這裡 嘩 廁所 那就說 紫緣陣呢 那時候呢 黑白 不是黑白帶的 那時候 紫緣陣呢 的 BGM 即是 Background Music 就 會令到 一些小孩 因為玩 這遊戲 聽到那些音樂 而覺得 非常之恐怖 然後就 開始 令到那些小孩 是 怎樣說呢 對啦 那 那 全因是因為 紫緣陣的 音調 就非常之奇怪 令到 那些小孩 都 開始 是 有問題的 那從此呢 就 然後再改版 就馬上改了 子緣陣的 Background Music 就不再用 那個音樂了 所以呢 其實就 對了 Background Music 這件事 對這些遊戲來說 的BGM 真的 真的 襯托氣氛 就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走到哪裏 我不知道 我忘了 我忘了 拿了鑰匙 鑰匙 鑰匙有什麼用呢 鑰匙 鑰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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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呢 一些 埋沒沒有使用的餐具 那就是 有本相簿 又拿來看了 相簿呢 就貼著一些舊的相簿 大部分的相簿呢 都是有一名男性 和他的兒子 那經常 都會在 大部分的相簿都見到他 而且照片的旁邊 還貼著那個人的名字 寫著是 敬一郎 那個兒子 叫做 謙斯 謙斯就是和他 那時候 在家裡找到的照片 後面寫的東西 是一樣的 和爸爸很相似 再調查一下 可能真的和我預料中的一樣 嘩 你真的完全不害怕 嘩 嘩 又找到些東西了 找到一個資料夾 那 文件中 就詳細記載著這塊土地和住宅的使用權 在最後清楚地記載著這份文件的作者名 我將這個資料管的全權委託管理員 是 再者最終無繼承的人 就會作為遺產地把這塊土地捐贈給村的資料管 村是有開山人號 會不會是我們剛才說的 繪本的 對 那條村呢 其實就是 神奇經一郎 神奇 神奇 對 很神奇的 那 對了 這本相簿 也寫著這個名字 總而言之 這個地方果然是我爺爺曾經住過 已經很肯定了 他都很開心一笑的 看他的icon 那 這裡應該是爸爸的故鄉 嘩 做什麼 那 把資料夾著放回去書架 雖然還想留在這裏 調查多一會兒 總之現在離開這個住宅 喂 快走快走 明天再來 就向這個管理員先生 就趕來 有多久 走之前 喂 做什麼 OK 那 掉了些東西下來 發光的 什麼 來呢 是有三粒發著白光的 不是 藍白光的石頭的頸鏈 掉了在地上 雖然想放回去 櫃島 但是呢 不夠手牆 總而言之 就 拿去樓下 放在櫃桌上面 嘩 真的很美 為什麼會發著這樣的光呢 嗯 有景棍 很明顯呢 就是那個繪本裡面 所謂那個 村民 就 救了一條村 就掉了藍藍石頭 去那個鬼 那裡 對 那 就導致它 對 那這條村 就可能就是那條村 在說的 怎麼了 那你聽到某處的地方 就傳來聲音 嘩 嘩 嘩 我們的右邊 開通了 無緣無故 嘩 那我聽到裡面有些聲音 嘩 立刻驚 嘩 嘩 吾芳烏爺 那 門的後面就傳來聲音 但是門是想鎖的 呃 請問 誰 在門的底部 是一個少女聲 哈哈哈 對不起 那 怎麼說呢 是想調查一些野而來的人 你不是管理員 呃 是啊 我不是 其實我也是在找管理員 那你是誰 是不是管理員 當然不是 我可以問 就不是 總而言之 想辦法讓我離開這個地方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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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為什麼 什麼 那 呃 我躲在那裡 門就鎖了 就不可以出去 那怎麼辦 話說管理員 沒有管理員 不知道啊 那 說起來 我也不想被人抓到的 那還是聯絡派出鎖好不好 不要 千萬不要聯絡派出鎖 派出鎖 派出鎖有什麼望月警官 千萬不要 聯絡那關我死給你看 死吧 那你 那 突然間牆壁上面的小動月 就 掉了一條鎖匙 這樣 這個是 你用這個 去尋找 其他房間的鎖匙 我想大概是一樓的房間鎖匙 所以你就快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集的 凌風玩 霧雨 飄散之心 的 遊戲實況 就到這裡為止 對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出到街 拜拜